朋友新闻来看到今年第11号台风轩兰诺 上午发布了海上台风警报 受到外围环流影响风势较强大 各局处是不敢马虎的 台中市市长卢秀燕也前往灾害应变中心来作证 而原本预计明后天开设的婴幼儿快打战 经过讨论决定战时如期开打 除非碰上停班停客 轩兰诺台风来势汹汹逐步逼近台湾 虽然简若为中台中气象局在2号上午 发布海上台风警报 市长卢秀燕也前往灾害应变中心作证 这个台风轩兰诺虽然没有登陆 但是它的外围环流很大 这台风会到风仙道 虽然会到国家的风力标准 还没有达到二级等等以上 但是为了要更加小心阴影 所以台中是我们今天招待的是准二级的开设 受到台风外围环流影响风势强大 台中气象战预估平均风力大约落在5到6级 降雨大多集中山区 截至早上7点 总共有107件路数倒塌折断的情形 建设局逐步完成抢修 第一方面是服原本预计明后两天 再开设40多处的婴幼儿快打战 碰上台风来找局经过各局处讨论过后 职业店若是没有停班停课快打战将维持运作 各工作的同仁都准备好了 那这样子其实看起来 如果说建议的 民政局建议如果说是没有达到这个停班停课的标准 那是不是建议照常开个快打战 目前先维持明天继续开设 不过如果说这个家长 调定有考虑安全上的考虑 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可以不用来打 那因为呢我们还有另外的管道就是医疗院所 虽然若台风袭台就怕挟带强大风雨造成灾情 各局处不敢马虎 纷纷启动应变措施要将伤害降到最低 第三天 感谢观看